血跡裡擺滿各式各樣的陶器 花樣色彩繽紛 這是摩洛哥西部沿海的薩菲市 文明俠爾的陶藝品 當地因為有豐富的白鱷鹽 是製作陶瓷器具的重要原料 加上富含氧化鐵 讓生產出來的陶器具有金屬 般反光的質感 薩菲市有兩千多位陶藝師 他們聚集在陶藝山 這裡專門從事陶瓷用品生產 陶藝師會將黏土放進水裡四十八小時 讓它變成壺狀後 在陽台上用腳踩踏再放置一天 就可以帶到陶輪上 將它塑造成碗盤 杯子 花瓶等 最後進行裝飾上釉 並在九百六十度C高溫下燒製五小時 再淨至二十天左右才算大功告成 只是這項傳統手工技藝 現在卻面臨機械化 大量生產帶來的危機 學者表示當地陶藝技能自十一世紀發展至今代代相傳 加上薩菲港貿易便利 有助陶瓷產品消往國際 每個月向英法德等國出口八百件商品 一九九零年這裡還創立了摩洛哥國家陶瓷博物館 每年約有兩千到六千人造訪 現在摩洛哥政府正計畫在不久之後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薩菲的陶瓷記憶 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讓更多人認識這個傳統手工技藝 公視新聞政委任編譯 發展示文貢組 done